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九年前超级星光大道冠军歌手赖明伟 后来他和战友黄美珍组成神木与同出道 还发行了两张专辑 但之后就解散了 赖明伟消失在荧光幕上 他接下妈妈宫庙公主的位置 但去年一场大火烧毁宫庙 也带走了舅舅性命 妈妈受不了打击陷入情绪低潮 之后爸爸生病 时常进出家户病房 赖明伟如何走过疲于奔命的这段历程 命之神又带来什么样的转机 画农庄弹的电吉他 还请来八家将助阵 搖滚音乐结合镇头文化 创新的表演 让赖明伟在选秀节目里 一举卓下冠军 其实我接触镇头的时间比 接触音乐更少 小时候大概四五岁开始 就是跟着爸妈 然后参加一些庙会的活动 站在那个小火车上面 然后垫着椅子在那边打大鼓 因为从小在爸爸开的公庙长大 赖明伟只要有庙会活动 就会帮忙打鼓 也培养他对音乐的兴趣 音乐有兴趣的时候 就是在他国中的时候 我在弹吉他 他对吉他有兴趣 所以那时候他就说 妈妈我想学 学吉他 那我就把基本的就跟他讲 这个在镇头中长大的孩子 开始为吉他深深着迷 高中时常常可以在校园里 看到他弹吉他的身影 然后我那个时候 是跟我一个同学 他有一天就说 走来 我去应征那个 明都餐厅的歌手这样 然后就陪我同学去应征 然后结果后来我也去试唱 然后结果两个都录取了 你是我的眼 在我游戏时期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在穿越勇气的热潮 我骑了摩托车 哪里有餐厅可以唱 我自己唱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 刚好找到一个平台 能够发泄我 非常旺盛的表演欲 却也因此荒废学业 大学联考成绩出来 赖明伟上不了理想的学校 他决心重考 为了一年十几万的补习备 他一天做了三份工作 我三位男大夜班 下班之后去送羊奶 然后白天从十二点半 十二点半开始唱 明跟餐厅的俱唱 然后唱到晚上 晚上十一点多 再去三位男商量 这样的生活过了半年 后来半年之后身体受不了 所以干脆专心来做助唱 你的掌心 你的温柔 别人问我 别人寂寞 一个小时300 可是我们是就是看场的嘛 就譬如说我一场 一场是一个小时 那我一天如果有七场 那我一天就有2000多块 餐厅助唱一唱就是七年 也让他认识了好麻吉 小敬腾 他唱我上一场 然后他下班之后还留下来听我唱 然后就唱到那场 然后唱一唱他跑上来玩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 大家的感情交情都很好 我真的真的不愿意 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 然后后来有一天在跟我讲说 我们去报那个猜疑心 然后他要去报 然后我然后去报 然后我们做 好 帮我考虑一下 然后后来 他好像是报了第二届的报名 但是那时候要找PK 然后PK的人不多 所以从第二届的报名名单里面 找人去PK 然后PK三次之后我还就吃透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pure的人 就是很纯 很纯真 然后他也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后想要去完成什么样的梦想 所以这个是我很配合的 我觉得没什么好比较 每个人生是不一样的 你只要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的色彩 然后彼此互相鼓励 在肖敬腾之后 赖明伟也站上超级星光大道的舞台 除了比赛的庞大压力 他还得面对种种抹黑的谣言 因为那时候比赛有讨论版 他说赖明伟他有腌毒前科 他说他吸毒 以前跟我关同房 然后第二个就说 我有伪造文术前科 后来第四个就他就讲说 他说赖明伟这个家伙 从以前就不是好东西 他怕这样的小孩都不是好东西 2012年我去当兵 也因为当兵洗刷我的罪名 就说我有前科嘛 我是宪兵耶 怎么会有前科呢 面对网路上的霸凌 赖明伟选择忍气吞声 他靠着歌唱实力 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冠军 之后跟战友黄美珍 组神木与同出道 为了你有活 为了你有梦 为了爱我回升到最后 长时间终游 守着你的认识 其实我是因为比赛的时候才认识他 那那时间他又没有收入 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还是干脆我们一起表演 就带着他 然后到我助唱的地方 我们就弄了一个双人组这样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培养我默契 一直到比完赛 然后我们当时的唱片公司在说 对 竟然有两个默契这么好 然后那个时候 又一个比赛的关系 陶子姐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等会超肥的 他说来 弄个团体好了 专辑一推出就获得好评 连续三周登上销售排行榜冠军 还入为金曲奖最佳组合 但大家关心的是 两人从比赛到出道 绯闻不断 到底两个有没有 从来没有 不然他怎么会嫁给别人 对 其实没有啦 其实没有啦 就是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那就是因为陶子姐当时的那个 就是这样子亏了 他亏久了 他每次都被洗 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就很像是 我们两个在合作上面 比较像哥们 对 就彼此对彼此都没有电 就是哥们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问我们 神木与彤这个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 我们说你们是不是不合 打下 整合打 那只合到其他我们也没有继续去 三年后 黄美甄约满换东家 赖明伟也要去当兵 神木与彤各自奔杯 我就是 你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最常遇到的人就是 好久没看到你 我现在还在进去唱歌 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发下一张 然后我每一次的回答就是说 筹备抗 在筹备抗 预计云云云什么之类的 可是每一次都讲 一讲一讲一讲就过一句 所以什么时候会有小孩讲 我不知道 不仅工作没着落 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 刚收到星光歌手赖明伟 虽然赌下冠军 也和黄美甄组了神木与彤出道 但就在出了两张专辑之后解散 面对大家的探寻目光 赖明伟只好故作坚强 但内心却是一片茫然 这个时候他接下家族公庙 从歌手化身为公主 但街里面对了火警跟亲人过世的打击 赖明伟如何走过 一场神秘的梦境又为他带来什么感觉 2016年这一年是我的灾难年 同时因为家里面就是庙这个地方受到火灾 久后凌晨4点多 桃园大溪瑞德街这间公庙突然传出火警 铁皮天花板被烧得焦黑 整栋建筑物几乎全毁 公庙负责人就是星光邦艺人赖明伟 我是非常独幸 独幸他们的存在 独幸他们的保佑 可是突然一夕之间就是 一把火烧掉 全部你从小到大看习惯 甚至他们已经存在很久的东西 所以一夕之间 这个信念好像就被击溃 这种感觉 这场火还夺走他舅舅的性命 那个警销人员才从他的房间 把他抬出来 抬出来就已经知道说不行了 就是直接救护车送到 这个鼠立桃医院的太平间 我妈妈也在现场 她看到自己的哥哥 从火场这样抬出来 而且不行了 所以打击太大 当场昏倒 但厄运还没结束 之后爸爸因为肺气肿 并发糖尿病 多次进出加护病房 妈妈也因为失去亲人 陷入情绪忧郁 我母亲是过度压抑 再加上她不能够接受亲人 离异的这个状况 然后引起太大的反弹 在五楼的阳台要晒衣服 她一直往那个楼下看这样 然后看很久很久 后来我就去摇她 她说好险没有摇 她说我刚刚一直想要跳那一拳 就是已经到了情绪 非常紧绷而且没有出口 外事接踵而来 让赖明尾疲于奔命 她的身体也出状况了 所以一听到那个警笛声 就是你好像又回到3月9号当天这样 然后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 心跳加快 然后就是情绪也不太能够平复 而且严重影响到睡眠 所以我将近去年 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睡 但有一天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做这个梦 梦到一个年轻人在跟我聊天 就像我们坐在那边一张桌子 她就这样讲 她说你不用担心 她说我们的贵人在允房 然后第二件事情她就比着我 她就比着我 说你这样子 好 这样子比 后来我的解读是她说 我跟广泽工 这两件事情会同时逆转乾坤 第一天做梦可能只是凑巧 但若是连续三天都做同一个梦呢 去年的9月份 我现在的公司来找我签约 所以要帮我发唱片 然后做台语专辑 然后就是相关的事情 他们都安排好 然后12月3号这边落成 12月29号发片 就几乎是同时 一路上的坎坷冷暖 只有自己感受最深 成绩六年半在出发的 首张个人台语专辑 也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 男演唱人 我爸那天其实本来是要 陪我走星光大道的 虽然最后是我自己走 不过那天是我爸跟我妈妈 他们有一起到现场去关联 对 所以其实 大家虽然没有拿到奖 就是有入围 但我觉得 其实也已经很开心了 入围是对他 对我们 对我们是安慰 对他是很好的鼓励 可是我也知道他不会中 他后面 進步的空间很大 如今事业重上轨道 33岁的賴明瑋 感情世界是否有一人相伴 感情生活 其实我反倒是 我觉得顺其自然 我们家比较特别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 对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信仰中心 要服务 所以我觉得 要当我太太会很辛苦 要能够融入我的生活 然后可能融入我的家庭 所以那不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随便 随便我一时在夜里 夜光中最冷的心 仅是一门太近 歌手生涯力经臣服 赖明瑋越挫越勇 接下来他想要帮庙会写音乐剧 将镇头文化发扬光大